我们终于能前往谢尔德遗迹了 深入遗迹来获得原点科技 词兵伯恩斯说是矿区里有一群怪很危险 好吧你说这我就懂了 准备深入 直溜溜的飞 怎么还飞不上去 从这边飞 踩到这个地方 起飞 这就上来了 这被污染了地方挺恶心 我发现这个分群是解这种谜题也是一把好手 我都不说这个推进器真的是探索遗迹的好帮手 没有这玩意儿很多地方都过不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沦陷区了 找到这个矿区的异化生物 一把武器一言不合就开打 看来确实是出事了 一出来你就咒我死 士兵都震惊了 没想到我居然能清理完全部的怪物 清理怪物算什么 我们还要拿这个原点科技 哇这地下别有洞天 甚至还有个小山谷 这是什么梯田吗 哇这地心太独特了 一个水坑一个水坑 甚至还有瀑布 好家伙 这是地下水啊 太壮观了 掉下来了 冲的太猛了 其实我们应该上去 这怎么上去啊 好多人都掉到这个深坑里上不去了 很尴尬 在中间这个小塔上一点点往上爬 我飞 哎呦出来了 原来啊就是得利用中间那个高塔 不然就上不去 这个版本非常考验我们的飞行技巧 一点点往上飞 突出一个永攀高峰啊 哦从这个树叉子上爬 爬上来 谁能想到新版本往上攀岩了 这是地下攀岩 哎呦哇 别有洞天啊兄弟们 隐居的好地方 哇好童话梦幻般的感觉 这是什么 剑手轻 美味 哇这就是外星遗迹吗 太抽象了 看起来像是电路板之类的 实验目标在瀑布之后 哦一个巨大的遗迹 神秘而神圣 策划的地图设计上还是下了心死的 哦工作人员倒地不起 永远的离开了 哎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我们终于来到了遗迹门口 哇这两个是什么呀 像是两个法老 哎呀走让我们进去寻宝 哇这一道光打下来 这是绝景 这遗迹发出了神秘的光芒 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遗争 左遗的手写日记 哦这是科学家的日记本 最终为了自己的理想 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哎可歌可泣啊 兄弟们记得做一下这个支线 可以获得一份就是遗争 能够增加弱点强度 同时也记载了一个感人至深的诗申请 我们下期再见